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是C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當然有施老闆蕭瑩慶先生 施先生,你好 今日,大家很喜歡的主持David,暫停一場 原因是,我們今天找了一個特別嘉賓Samson,來跟大家見面 Samson,你好 你好,大家好 大家記得Samson,其實半年前都上過來 如果大家記得,他是一個黃金的專家 事源是這樣的 上星期,我們在《股壇事件》的節目當中 我們談及了黃金 近期黃金的走勢比較弱 我講了我們C基金的看法 我們倉位都拿著10-20% 我講,這麼弱,希望不要跌穿1800 如果跌穿1800,我都有少少意欲去撈一撈 誰知道星期一的時間,就真的跌穿了 最低位應該去到1770左右 很幸運,今天拍攝是星期四 彈回來,最新我剛剛看,就去到1840左右 但當然,剛剛彈一彈,究竟來今的走勢 各位家庭觀眾 我們有罵到,星期一如果大家有收看 C基金直播,我們每天都說我們的操作 我們都說過,我們都應該細處罵一罵 雖然我們跟紅頂白,不過如果看得好 有時都可以膽大一點 不過,鑽馬就細細聲,說我們就大大聲 不過,認真說,今天就希望花多點時間 觀眾第一個問題,先問施老闆 你對金的看法有否改變?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黃金或貴金屬的倉位有否改變? 我很早就叫人,在投資組下有一定的黃金比例 最初的時候,我一直是維持10% 工人,不是想在黃金那裡賺錢 只不過是,萬一貨幣系統出問題的話 我多小,還有些紙幣 現在全世界都滿印銀紙 不是印得少,以萬億計來印 你印那麼多出來,你那個生產力沒有進步 人類生產出來的財富,就沒有什麼增加 但是,印出來的銀紙 或者市場上流通的銀紙,是多了很多 銀紙當然會貶值 以以前印出來的流通貨幣來說 最終變成一錢不值的,就比比街市 所以,如果完全資產是貨幣系統裏面 你一出事,就可以損失產總 我都不是說,想出事,可以保得住 因為,譬如全世界都用美元 美元出事,每個都會貨幣 我只是說,我有些紙幣 我當時拿著10%左右,幾時都拿著 最少拿著一成的黃金 到了前兩年開始,黃金有移動 我認為,是一個新的上升浪潮開始 我增持了,不止10%,15%左右,20% 高峰期,是25% 那些,是屬於薄升值,是想賺錢 事實上,都賺到不少 我記得,你當日說,突破了上週期的頂 即是10年左右的浪頂,就更加看好 但實際上,這次去到頂之後,是回落了很多 短期的因素,我認為,避險的情緒降低了 之前,特朗普在任 某種程度,是比較難預測的 同時,他們的行為,會很極端 四處紳士 即是,周圍扭打 世界多事,風險大很多 所以,在場時,大家都需要避險 所以,資金會流到黃金 正常情況,股市投資的回報,比買黃金更好 股市有股息,又會升值 黃金其實,是沒有利息收 所以,只能夠跟著大市上落 長期統計,他的表現是不靠股票的 所以,只是世界亂 前景不明朗 人們就會擠多些錢,去黃金 現在,特朗普可能輸了 拜登上場,人們會覺得他的政策比較合理 特朗普到處都退群 他可能又回去,世貿組織也好 世界衛生組織也好 聯合國很多組織 他可能都會回去扮演一定角色 以前美國優先,德國、法國、歐洲的盟友都得罪了 拜登上場,應該跟盟友關係會好一點 即使跟中國關係 他說,不會取消特朗普的貿易協議 不會即時處理 暗示,他可能有些看法不同 所以,整個世界的反應 認為拜登上場,一切可以預見的程度會提升 風險會減少 如果風險減少,就不需要太多避險資產 這是當時市場的反應 但是,拜登上場之後 是否完全可以進行他那一套 其實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不少 差不多一半一半 差不多一半一半 共和黨還控制著參議會 所以,拜登能夠進行多少 都不知道 另外,特朗普還在說 不到12月14日 選舉人投票 都不選我,我仍然是總統來的 不到那天,他都不退治 那天會不會出現什麼變化呢 其實他現在還在說,會不會想辦法希望奇蹟出現呢 所以,變數都還有一點 即使他真的要下台 拜登也不是那麼順利 所以,如果一些情況顯示 將來都不像大家想像那麼順利的話 金都可能會繼續升 另外,美元的弱勢已經是 很多的專家都很明顯 最新美匯指數是九十一二左右 美匯以前差的時候,到八十多都試過 試過跌穿八十,試過跌穿八十 現在美國在疫症、整個世界 經濟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少的時候 美元的強勢 如果不可以維持 黃金仍然有它的投資價值 所以,未曾到達到,這次一定是轉勢 仍然可以繼續觀察 我自己,之前略作簡遲 但是,持倉仍然有佔資產,差不多兩成 仍然有兩成 對 Samsen,剛才提到避險的需求 或者美元的走勢,對黃金的影響 你覺得黃金最近的走勢,有甚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剛才施生,已經完全重看 簡單來說,避險需求降低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市場覺得疫苗出現 所以,全世界的經濟,他們覺得很快可以回復正軌 甚至乎,最近看過一個投資銀行的報告 預期明年的第二季,全球經濟已經開始復甦 當然,是否真的可以這麼樂觀呢 都要時間去證實 但是,股市又會快一點 實體經濟是否這麼快,復甦就有問題 復甦只是相對 是否可以去到疫情之前的情況呢 我相信機會就好未了 但投資銀行就很樂觀,包裝 近期來說,金價是受疫苗研發方面的進度而影響 而另一方面,我們要看看 究竟今年,金價升了這麼多 主要的原因在哪裏 以往大部份的商品價格急升 主要都是由期貨市場推動 但今年,黃金就很不同了 今年,價格推動不是由期貨市場推動 不知為何 其實去期貨市場,做多買 開多投資金,其實不算很多 今年黃金 比2019年的高峰,更加低 但主力的買家,就從黃金ETF 特別是北美方面的投資市場 很簡單,很多人看了黃金 最簡單就是買黃金ETF 多人買黃金ETF 自然很多的實金就流入黃金ETF 由今年年初到11月初為止 全球所有的黃金ETF 總共是增持了1065噸的黃金 千多噸黃金是代表什麼呢 你不需要知道 但是作為一個相對論來講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黃金需求國家 上年2019年疫情之前 全國的黃金需求,只是900多噸 換言之今年 投資需求對黃金方面,增加得非常大 但是看數據的話 由大概11月第1個星期 即是美國總統選舉之前 到現在 即是最近的時間為止 我們開始看到 有資金,人們就開始把黃金ETF 賣出來,去套現 陸續有些黃金,實金在ETF流出來 之餘 暫時來看,期貨市場 未有人接力 多頭方面來講,仍然偏低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金價就不斷下跌 但是,抽資的比例 比起之前增加的比例 仍然是少的 絕對是,抽資大概是11月開始 大概是流失了80至100噸 和之前增加了1000噸 即是九牛一毛 雖然流出方面相對比較少 但正如剛才所說,暫時未見到的接力 即是買承托力未出現 但就好像 可能有些很聰明的投資者 例如豪德里 今星期一就開始撩底 即是當金價跌穿1800元 就撩底了 所以我們見到一個反彈的潮出現 反彈過後 會已經站穩了 還是會再下去呢 暫時老實說 如果從技術上的層面來看 未必肯定,金價短期來看 已經見到底 即是,我自己覺得 這次跌下來,都跌得很急 由2000,跌了10% 已經回調超過10% 也不少 不止10% 現在考驗,持有黃金ETF的投資者 經過這麼大幅的回落 他們信心有沒有動搖 市場情緒很差 譬如,上網看海外媒體平台 基本上,跟幾個月前是很不同的 譬如7月底的時候 基本上,我看的平台全部都是洗版 每個人都是白銀專家 每個人都看好銀價 銀價和金價是表兄弟 當然,兩者相關性很高 很多人看好銀價 當然,也有很多人看好金價 近期來說 你會見到,一潭死水 什麼HIT呢? 就是數字貨幣 Bitcoin 即是那類 上網看,很多資金 由黃金方面止賺 然後買Bitcoin、Crypto方面的資產 很多人開始熱烈討論 虛擬貨幣,會取代黃金 成為一種避險的產品 Samsen說的,Bitcoin 今年,黃金回調了,也升了兩成 但Bitcoin,單一單是11月份 差不多四成 全年賣單,暫時都升了一倍 超過一倍 很多人的說法,會不會黃金 你們不會買Bitcoin 因為不熟悉,就很少點 但這個會否成為一個趨勢 由傳統以往 上一代的投資者,避險買黃金 現在新一代的投資者,避險買虛擬貨幣 會否成為一個大趨勢 我感覺上都像 傳統上來說 大家都知道,過去20年來看 金價與美匯指數,是一個很強的相反關係 美金跌時,黃金升 由美國總統大選開始 我們看到,美股雖然升 但美匯指數是下跌的 Bitcoin,會逆美匯指數上升 理論上,正常情況下 因為美匯指數跌 理論上,金價也會升 但今次,由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到現在 金價不單止與美匯指數下跌 而且以百分比計,跌得比美匯指數更加多 所以短期情況來看 很明顯 投資市場的主流,是覺得 美匯指數長遠會繼續跌 但未必會有黃金 無論因為什麼原因 投資者覺得,黃金可能太老套 太原始 我買Bitcoin,因為我潮 所以買Bitcoin 除了有一個 跟美元有一個對沖的成份 在入面之外 因為有科技含量 短期來說,Bitcoin是受惠 長遠來說,我仍然會相信 黃金和美元,過去20年相反的方向 但只不過因為 短期來說 看歷史,其實美匯指數和黃金 短期來說,有機會一起升,一起跌 但長時間,幾個月的情況下 通常會回復相反關係 假如你認為,美匯指數的長期趨勢 會繼續下跌 其實理論上,黃金的金價是會繼續升 只不過問題是,它升多少 我還想說一下,剛才我說 持有黃金的人,究竟 他的信心有沒有重要 接下來這段時間,應該可以陸續看到 黃金上升 靠買金色的人去支持 是支持不住的 如果以前純粹靠買金色,珠寶那些 他的消耗量,是低於黃金每年的供應量 絕對是 黃金一定要靠貨幣因素 投資的需求 現在問題是 投資的需求 之前加了1000噸的投資需求 多少 我最初說,保險點都拿著一部份 多少是投機性博 上升時賺一筆 如果博賺一筆 現在,這批人持日市,有些可能開始快沒得賺 有些可能已經沒得賺 除非早日市,都會賺 例如早日市,我還有一定的升幅 開始沒得賺邊緣那些,最容易動搖 可能只賺也好,只賺也好,想快快催催 情況不明朗時,移動出來 要等這批人移動走 剩下一些,真的會長期持有 未來有沒有增加市場上,是否多了人 例如Bridgewater,Rate Eureo,仍然說差很多 還叫人應該增加黃金持有 如果越來越多人,持有黃金 作為對沖貨幣貶值的風險 更加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如果說短炒那批 可能現在,他會覺得,沒有之前的勢頭那麼好 看看接下來,是否正在移動一批人 然後橫行有一個基礎 然後才達上升浪 短期還要備受考驗 所以我覺得施生,剛才所說的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橫行一段時間 剛才我說,雖然近期金格反彈 但未敢肯定是否之前1770已經見底 因為他仍未出現一個橫行 怎樣可以肯定他見底 我覺得起碼正常情況之下 起碼等金價橫行三四個月的情況之下 你感覺上已經跌無可跌 可能長時間已經是 例如1800元這個水平,已經浮沉了四個月 三四個月很久了 很悶,對黃金沒有興趣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很大機會已經見底了 所以黃金這段時間,大家都要看得緊一點 讓實力的投資者,是否可以留得低 最後,抽少許時間問問Samson 除了黃金之外 你也是其他金屬的,都一定要觀察 剛才我們拍攝之前提及 最近你見到其他金屬,譬如銅、鋁的走勢 對整個經濟都有一點看法 近期來說,貴金屬,特別是黃金方面比較差 其他金屬,其實做得相對比較好 特別是電動車需要的原料 除了鋁之外,股之外 包括Nickel,Lib,銅等等 還有鋁,通常都是電動車需要的大部份原材料 近期來說,都很熱 特別是銅,銅價今年最低的時候 我見過,大概是2.3至2.4美金一磅 現在大概是3.3至3.4美金一磅 已經升了很多 但是,跟黃金有點不同 黃金今年來說,之前升了很多 金礦股也升了很多 而且金礦股,今年第三季的業績,都很良麗 變成這樣情況之下,很多人會以為 最近銅價升得這麼急 很多銅股應該都會做得很好 我主要說海外那些 其實不是的 我近期在一些海外的社交平台 看到很多人開始吐槽 為什麼銅股的股價,沒有跟著銅價升 很多人都這樣說 據我多年在投資商品,或者相關抗業股經驗 通常都是比較危險的信號 如果當 我不是說個別公司,而是整體來說 如果整體,譬如銅公司也好 黃金,金礦公司也好 如果他們的股價,是未能夠跟隨 實體金屬金價而上升 通常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預示金屬價格,將來會出現下跌 股票升不上 股票升不上的時候 本身的商品價錢也可能會變 這是,礦股會預期未來的 金屬價格的變化 例如黃金的金礦股,賺錢 熱積好,應該隨著熱積好 股價也上升 為什麼股價不上升 一個說法就是 投資者認為,現在是好賺的 遲些黃金下跌,便不會賺 遲些黃金可能會下跌 所以,金礦股 金礦股,只會走在金屬本身的價錢 之前,遠遠看到升 金礦股已經升定了 升幅多於金屬上升 因為,前端是成本後端賺的 所以,利潤會大於金屬的升價 所以,金屬價格上升 金屬礦股不上升 因為前景被看低 所以,上星期三和上星期五 國際金價下跌 但是,這兩天來說,上星期四是公眾假期 上星期五,雖然金價下跌 北美抗業股,反而是逆金價上升 所以,如果我只看一天 很難會有一個結論 連續兩個交易日都是這樣 所以,今個星期一,我都差不多時間 有可能短期來講,金價已經見底 會反彈 至少大家會覺得,黃金不能在這段時間 看得太淡 我自己建議,小投資者 不要經常想在金價波幅賺錢 安心起見,有一些黃金在手 當保險就算了 回到剛才你的問題 近期來,其他金屬銅股 他們的股價,其實未能跟上金屬價格 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點 對股票市場 或者其他基本金屬方面 短期來講,都不要太樂觀 明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先生 亦都多謝Samson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節目有興趣 或想支持多些 記得去到以下的網站 如果有任何關於C級的查訊 亦都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